《大理看世界》 《大理看世界》 第三隻眼睛大理看世界 南韓氣象聽話 6月12日上午8時26分左右 全羅北道的福安郡發生黎克特製4.8級地震 震源深度8,000米 這是今年南韓最大震級的地震 南韓全景都有震感 據目擊者說 在地震之前聽見好像雷鳴的聲響 幸好這場地震並沒有造成南韓的重大災損 剛好的是 就在地震兩天之後 南韓江源到一個海水浴場 6月14日發生大量雨集體暴斃 死雨的頭尾相連 沿著沙灘環裂好像大撞 有本地居民聯想到 近日南韓地震頻繁發生 怕那些魚突然集體暴斃 是不祥之兆 擔心會有大地震 這確是個異象 魚集體死亡的事 這兩年來我們已經見過很多 譬如2023年12月7日和12月15日 日本北海道的咸館市 以及日本東海南岸的三重縣境內海灘 都出現了大量死魚 漂浮在海面 但是這些死魚 都是聚集一齊的 並沒有這種 好像被人故意擺拍一樣的死魚 頭尾相連 沿著沙灘橫排列 好像大撞的情況 而去年12月份 兩次出現大量死魚之後 2024年1月1日 就發生了大地震 今次南韓境內的死魚事件 到底是否預視 有地震發生呢? 還是請南韓的民眾 多多警惕 準備好急救包 畢竟有備無患 而台灣的天空 最近就出現罕見奇觀 據台灣媒體報導 基隆的民眾 只要抬頭望下天 就會看到天上出現一圈又一圈交搭 形狀奇特的飛碟雲 好像飛碟零空而來 吸引了不少遊客拍照留念 而且最令人驚奇的是 台灣竟然連續四天 都出現這樣的飛碟雲奇觀 甚至有暴雨30年的老船長 也沒見過這樣的景象 因此懷疑 是即將有颱風 或是地震的先兆 其實 台灣民眾的擔心 也不是沒道理的 在2023年2月6日 土耳其爆發大地震之前 就有人拍到 在土耳其的天空 出現了一朵巨型的怪魂 而現在在台灣的怪魂 已經持續了四天這麼久 對於位於地震大 而且全球地震頻繁發生的一年 台灣人還是有必要警惕的 不過由於台灣政府 對台灣建築物的抗震能力非常重視 並且不斷改良抗震技術 台灣建築物的抗震能力 真是超級強 也是對台灣人民的一份保障 下面我們來看看 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一件怪事 中國大陸最近災禍不斷 時值三下 即是下收、下中和下管時節 中國各地的天氣情況極不尋常 湖南等8個省份出現暴雨天氣 而河南等11個省份出現高溫干旱天氣 高溫影響接近3億人口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 中國多地因為高溫缺水 農地干旱歸裂 沒有足夠的水分 屬米無法生長 河南不少河流 現在只是盛低枯竭的河床 河南平頂山一位女士 清晨起床後發現 自己在露台養的蝦竟然變紅 他認為應該是高溫導致水溫過高 一刻熱死了 老農夫張大爺感嘆說 都變成沙漠了 河南已經沒有河 只有南了 中國大陸除了高溫干旱 和暴雨三個災害之外 最近更是怪現象不斷 繼近期上海的白矮大爆發 以及湖南益陽 淘江縣局部地區發生蝗蟲災害之外 中國大陸又受到公雞蟲襲擊 6月15日 據大陸媒體《快科技》報道說 因為近期干旱 湖南益陽市淘江縣大律港鎮出現公雞蟲 農民透露果園裡的公雞蟲氾濫 半天之內就咬了一棵樹的樹葉 報道還說近日淘江縣局部地區 蝗蟲大面積爆發 波及面積接近40萬畝 而公雞蟲的出現就和蝗蟲有關 公雞蟲是會飛的昆蟲 雖然不咬人 但是受到驚嚇就會分泌有毒液體 皮膚一旦接觸到這些液體 就會出水泡 需要幾天才會痊癒 公雞蟲的幼蟲在土地裡 以蝗蟲卵為食物 可以幫助控制蝗蟲災害 但是公雞蟲的成蟲就是害蟲 對部分植物和人都產生危害 大家是否可以開始思考 如果出現飢荒怎麼辦 特別是中國的朋友 飢荒的問題絕對不應該被忽視了 首先產量種地不是乾旱就是水泡 現在又多了蟲災 而中觀全局 全球局勢不穩 一方面糧食產地爆發戰爭 另一方面全球極端的氣候出現 地震頻繁發生 會導致世界性的糧食減產 中國這幾年糧倉經常失火 我們就不理會為了什麼 總之一旦出現糧荒 只望中共的糧倉 那就是發白日望 所以中國人 真是要好好想想 以後日子應該怎樣 中國政府說要節約的時候 那就是糧食不足 說要勒緊褲頭的時候 那就是糧食嚴重不足了 中共如果要出來闢謠 說不用儲糧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 地主家裡沒有什麼餘糧了 大家還是做些準備好 跟大家說完 中國目前的天氣異象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 發生在中國的人禍事件 近年來 多地交通警察 打著交通安全的旗號 整自電動單車 成千上萬的車主被罰款 甚至被沒收電動單車 網上流傳大量影片顯示 交通警察在馬路暴力搶奪電動單車 甚至直接開車到小區沒收 很多外賣員的車被沒收的時候 向交通警察下跪 還有些和交通警察拼命 最近北京等地 推出共享電動單車服務 又引發網民的另一種猜測 打壓老百姓私有的電動單車 可能就是為了幫權貴 推出共享電動單車讓流 5月14日 有網友在X平台發影片爆料說 某男子的電動單車被警察沒收之後 打聲不出走去馬路躺下 網友說 流眼淚了 大哥的電動車被沒收之後 不想做人了 被生活逼成什麼樣子 中國的朋友 看事 一定要抓住重點 那是被生活逼的嗎? 那不是被中共逼的嗎? 這位大哥被搶的電動單車 又不是自己組裝的 不是在店鋪真金白銀買的嗎? 既然可以合法賣車 在馬路行駛為什麼就違法呢? 既然是違禁品 那為什麼能夠明目張膽出手? 難道是要老百姓買回家來供奉? 我說中共那不是精神分裂 你信不信? 另一位網友也發了類似的影片 據曝光的影片顯示 電動單車被警察沒收的女子 在電動車拖走之前 將車上的物品帶走 但是 並不是所有的民眾 面對中共警察的橫蠻作為 都會選擇屈服的 另外據一段曝光的影片顯示 有民眾的電動單車 要被警察沒收的時候 很快就開車上橋走 結果幾位警察 就跟著開車上橋追 但是轉彎的時候 整架車在橋上高跌下來 據影片的畫面顯示 幾位失去意識的警察 倒臥在地下 旁邊還有一部變形的警車 為了追電動單車 警察連命都不要了 你說追個什麼汪洋大盜 都說得通 結果是為搶老百姓的車 為人民服務的中共警察 為了搶老百姓的財物 真是連命都可以豁出去 對於警察針對民眾電動單車一事 有中國網友諷刺說 警察可以一次出動幾十萬人 查電動單車 但是就不會出動幾十萬人 查家庭走失的兒童 或者被拐賣的婦女 其實為了搶錢 中共警察會沒收的車輛 不僅是電動單車 還有單車和拖拉機 據目擊者披露 有農民開著拖拉機 去田那裡工作 途中就被交通警察 查家洗證 據知情人士爆料 近日在廣東某地的 一個男子所踩的單車 也要被交通警察和保安沒收 這個男子戴著頭盔 應該沒有違規的 影片裡面的男子 據理力爭 一邊身辨 一邊努力地守護著自己的單車 但是交通警察和保安 就一起把男子的單車 強行搶走 網友說 這是名搶豪奪 和地貓無賴沒什麼分別 中共不僅是為了搶錢 做出一宗又一宗的人 最近更加有人在網上爆料 中共還向老百姓放毒氣 下面我們來了解一下 有網友在X平台發影片爆料 濟南中級法院 某日開庭審案 有不少民眾旁聽 法警突然釋放不明氣體 號稱是維穩氣 這位網友就問 哪位知道法警放的是什麼氣體 網友就紛紛回覆說 看樣子是防暴噴霧洩漏 那樣東西有一陣油漆味 而且聞了還會流鼻涕刺眼的 不要問我怎麼知道 法庭這種地方都要使用化學武器? 那真是聞所未聞 那是有殺證人啊? 邪惡的中共對群眾使用化學武器 沒有中共做不出來的事 他們最拿手的就是怎樣治老百姓 還有網友說 經常說中共很邪惡 那就是邪惡 而且問題在於 中國大部分老百姓 不明白那就是邪惡 而部分明白的人 又不敢出聲 中共一直就把中國老百姓 當人框 中共就是欺負你 你可以怎樣? 其實物極必反 有邪惡就必有反邪惡 就是因為中共的邪惡 近期就不時出現村民 牽殺村幹部的暴力事件 綜合媒體報道 中共5月以來到現在 華北和華東 已經連續發生多宗 村幹部被村民滅門的案件 總共造成26死16傷的慘劇 有網友指出 殺官現象標準著一個重大轉折點 已經來到 既曾民變開始了 可能會形成聲火之勢 另一位網友也說 開始了 人民不再挑河了 最近 遼寧、山東、河南和山西等省份的農村 連續發生殺官現象 首當其衝的是村支書記和村長 中共在教科書欺騙中國人 將中國的歷史抹黑成一個 暴力搶奪政權的歷史 中共在75年的非法統治中 暴力對待中國人 現在中國人也用暴力反抗暴政 這樣看來暴政已經開始遭受到暴力的反勢 其實真正能夠救中國人的是真相 是明白中共的邪惡本質 由內心遠離中共 中共內憂愛患 行張咒目 天要滅它 只有脫離中共的一切邪惡組織 才能給自己一個美好的未來 不要為中共紅魔陪葬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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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他 我們下次見 您eza 看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